現在介紹的是我們所謂的漫畫分隔 什麼是漫畫分隔 你會發現 我們在一般年華漫畫上面所看到的畫面是藉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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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格子做區分 在這些格子裡面在填入我們的構圖畫面就形成我們的漫畫漫畫的故事 那在做這些構圖之前我們要先做出一個所謂的格子的切割 這就是所謂的分隔 那分隔有各種方式 那最重要一點要注意到就是第一個就是切割的方向 像這個切割的方向 以這張來為例 切割的方向盡量避免一刀到底 一刀到底 這樣的情況很容易讓人家誤解 我這一格要往這邊看還是要往這邊看 順序會有一些錯亂掉 與其這樣 那我們 調整的方式可能稍微把它偏離一下 以這個我稍微做一下 錯開 那我們這樣子以這個版面來講的話 不考慮 不考慮 搞紙構造的版面來講的話 我們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的順序 123456 123456 好這就是分隔 第一個要做了 你去做一個切割 分隔的要領就是讓讀者很容易知道 閱讀的順序 這就是分隔 漫畫分隔所要做到的一個基本要領 好 那再來我們會發現說一般漫畫的分隔 好分隔 中間 直向 直向會比較細 橫向會比較粗 這個間隔 間隔 有沒有 間隔 好 你會發現區塊 因為這樣 這樣區分區塊很明顯 上面第一排一塊 兩塊 三塊 藉由這樣子引導方式讓讀者更容易 方向性區塊藉由區塊的那個 歸類 我們又可以看到 很容易的順序又出現 好所以說你會常常看到漫畫為什麼 直線窄 橫線寬 就是這樣的區分 好這就是分隔 第一個要做的切割的 樣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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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